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反目成仇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遗嘱风波 2012年5月 王桃林的父亲王正存老人 突然被检查出得了癌症 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短短三个月之后便离开了人世 王桃林的家是一个重组家庭 王桃林的母亲徐秀芳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徐秀芳的前夫是三十多年前因病去世的 后来徐秀芳选择了再家 他的第二任丈夫是王正存 重新组建家庭后 徐秀芳又生下了王桃林 而其他三个孩子则是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 在这个特殊家庭里 王桃林说 父亲和二哥经常闹矛盾 有一次二哥甚至还跟父亲爆发过一次激烈的肢体冲突 父亲之后诊断为肋骨骨折 每次当年他的父亲还报了警 甚至起诉到法院 当时失败非常严重的 后来我母亲从中就等约跟我父亲 等约就讲了 讲和吧 王桃林说 父亲在临终前写了份遗嘱 明确说把他名下的财产留给自己 他说当时还特意为此拍了段视频 但是王桃林的母亲徐秀芳却说 房子应该是四个孩子平均分配 对于王桃林手里拿到的那份遗嘱 徐秀芳表示根本不知道 相反 为了避免将来出现遗产争议 徐秀芳说 王正存去世前 还特意立下过一份正式遗嘱 并且是请公正处做了公正的 这就是王正存老人所立的公正遗嘱 遗嘱内容是王正存名下的房产 四个子女平均分配 共同继承 王桃林的哥哥姐姐表示 父亲坐遗嘱公正时 他们都没有参与 对遗嘱内容也没有任何意见 现在的情况是出现了两份截然不同的遗嘱 而王桃林说 他是在父亲去世一年后 才知道有这么一份公正遗嘱的 看起来 即使王桃林怀疑这份公正遗嘱的真实性 可是公正遗嘱是各种形式的遗嘱里面 法律效率最高的一种 他似乎也只能面对这个现实了 但是王桃林仍然坚持说 这份看似严谨的公正遗嘱 其实有很多的疑点 2012年8月9号 王桃林被母亲打电话从长州 叫回老家帮忙照顾病重的父亲 他们说没人照顾了嘛 然后我们回来照顾 然后 然后接下来的大概十几天的 十天左右的时间 就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 轮流就是照顾我父亲 中间没有一个人来置换一下 我怀孕 我老公比较那个就是辛苦一点 然而没过几天 8月18号下午 王桃林说家里突然来了很多人 我吃完午饭的时候 我哥哥我姐姐领着 二十多个他们成家的亲戚 还有我母亲的 就是我母亲那边的亲戚 然后上门来 当时他们就扬言 要把我们赶走 说要打我 王桃林不知道家人 为什么突然要赶走他们 但是当时王桃林怀有身孕 他和老公又势单力薄 而且因为照顾父亲 他们俩已经十分疲惫 于是为了不激化矛盾 他们只好离开了家 回了常州 然而没想到 第二天 王桃林就收到了父亲的死讯 8月19号 他们陈家和娶家都有人在的 我们王家一本人都不在 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们都知道 现在看来就在当天下午 王桃林和丈夫离开之后 家里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王桃林的家人 特地请来了当地公证处的公证员 为王桃林的父亲 立下了这份公证遗嘱 8月18号 当时是星期六吧 公证处在我们这个地方是不上班的 丁正国他们也是朋友关系 然后谈到我们家去办理的 这份公证遗嘱的公证员 名叫丁正国 王桃林说 丁正国是陈家的朋友 这才愿意在双休日加班加点 亲自上门办理公证 我亲戚说 看来我爸爸一直在呕 他说我都看不下去了 都跑出去了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人 然后说弄好的时候都靠近五六点了 六点多了 然后他们的公证审执是晚上审执的 王桃林说 当天他们夫妻俩离开家的时候 父亲已经处在弥留之际 身体情况已经十分糟糕 而且他已经十几天不吃饭了 你知道吧 那个就是完全靠树叶为止 没有那个就是你给他吃一点牛奶 或者吃一点水 吃水喝水 吐那个水都全部吐出来黄的 然后吃牛奶吃米 吃什么东西根本吃不进了 而且王桃林觉得 当时父亲的神志也已经不怎么清醒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有能力参与复杂的遗嘱公证呢 有问题 然后而且我爸爸那时候已经不能阅读了 已经不能看所谓的看 就是看东西啊 就是你写一个文件 你给他看 他根本就不可能看了 他会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然后思路会混乱 然后你说东他说西 然后就是东东就是下扯吧 就等于说你说的跟他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份公证遗嘱呢 是在王正存老人去世的前一天紧急办理的 公证员为此还在周末呢 特意加了个班 而就在第二天 老人就去世了 王桃林觉得 这种种迹象表明事情不太正常 那么当时 这份公证遗嘱究竟是怎么定立的 这是不是老人真实的意思表达呢 为了了解老人临终前的身体状况 我们找到了为老人临终前治疗的吴医生 人最后那段时间身体情况怎样 意识是否还清醒呢 公证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只有在场的公证员最清楚 我们来到了公证处 找到了当时为王正存老人进行遗嘱公证的公证员 因为法律规定 办理遗嘱公证需要有两名公证人员在场 于是丁正国准备好相关材料后 又约了他的同事李立居一起去 丁正国说 整个遗嘱公证过程除了王正存老人和他们两名公证人员 其他人都不在屋里 那老人当时的情况怎样 意识是否还清醒呢 书写的他当时是我们帮他代出的 对话以后帮他代出的 就是内容是他口述给你们 你们帮他代出的 对 当时你们感觉怎么样 感觉可以的 他基本上清楚 身上清楚 而王正存老人正是年老体弱的危重病人 现场的影像资料能更好的反映 老人当时的身体和精神情况 那公证员当时在遗嘱公证现场 有没有留下录音录像呢 我们帮老人录像来 现场录像来 经过联系 公证处给记者调取 并播放了当时公证员拍摄的 王正存老人定立遗嘱时的录像资料 从程序上来说 整个遗嘱公证的程序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第一次看到这段录像时 王陶林却失声痛哭 他觉得父亲根本已经是神志不经 整个遗嘱公证的过程 对父亲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我觉得我父亲当时的那个 就是你们也看过的那份录像 我父亲上的那个神志 就是他们在录的时候 我父亲有时候还昏迷 就是睡过去了 你看到没有 还在呕吐 而且王陶林从这个录像中发现 公证员当时手里就已经拿着打印好了的文件 而且对于录像最后父亲按手印的那段 王陶林也非常怀疑 但是明显的是有人不是我父亲主动去按印的 是他们拉着他的手按印的 自从王陶林把母亲和哥哥姐姐们告上法庭后 他们双方的关系彻底弄僵了 可是王陶林说 他也不想闹到今天这一步 他现在这么做完全就是为了死去的父亲 其实我也不管他那个房子值多少钱 关键的是留一个念想 我父亲他自然说他给我了 我也接受他这份那个嘱托 对吧 不管怎么样 他自然交到我手里面 那我就要把他保护好 对吧 对于徐秀芳老人为何执意要四个子女平均分配房子 王陶林的叔叔说 站在老人的角度下也是有原因的 如今徐秀芳老人觉得 女儿王陶林以前是非常乖巧听话的 现在之所以要打官司 完全就是被女儿的三叔挑拨的 王陶林的三叔说 从一开始他就不主张侄女去打这个官司 因为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输的 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后 想调解一下双方的矛盾 争取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这一天王陶林得知母亲徐秀芳身体不太好 特意到家中看望 而法院的主审法官也一同前往 希望能从中调解一下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和做工作 王陶林同意先让一步 就等于我吃亏一点 我从我父亲的份额当中分出10%出来给他们 然后他们每人20% 这什么意思呢 你什么点 每人20% 对 那就是他们60米40 对 但是对于这个方案 王陶林的姐姐坚决不同意 这不也不可能 发了一次公认的 我是竞争女儿 每个人都一个案子 后来法院又进行了多次的调解 但是双方始终都达不成一致意见 他们在一个屋檐下 共同生活了20多年的时间 因为特殊的关系 有些矛盾和摩擦肯定是难以避免的 要完全断定谁是谁非 也不太容易 现在呢 原本的一家人 为了一套房子的一半产权 彻底的撕破了脸 并且对簿公他 双方这么做 即使为了争钱 也是为了争一口气 但是不管最后法院的判决结果怎么样 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没有赢家 因为他们似乎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 几十年共同生活的情感和缘分 打官司所耗费的时间和好心情 俗话说的好 退一步海阔天空 只有爱和宽容 才是世间真正的财富 我是徐骏 明天见